在昌都有一对特殊的逆行者 平日里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 生活里他们柴米油盐 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恩爱夫妻 疫情来临他们是战友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彼此互相支持 惺惺相惜 他们是抗疫一线的医护夫妻档 贺国波和张孝红 疫情发生以来 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医生张孝红 一直忙碌在医护人员闭环管理集中点 8月19号 张孝红按照医院的安排来到这里 负责为从一线轮换修整的医护人员 进行核酸采样 503做核酸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张孝红跟两名同事 每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 为70多名住户采样 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管的 就是公勤人员 这一块他们都属于在仓内活动的 他们的风险也挺高的 我们就害怕引起那个交叉感染 所以我们都是上门去做 结束早上的采样工作后 脱下防护服的张孝红 才吃上了统一配送的早餐 回到住处进行短暂的休息 准备下午的茶楼补缺工作 今年张孝红的孩子 考上了内地西藏班 因为疫情影响 孩子在四川老家上着网课 每天休息的时候 张孝红都要跟父母聊天 了解孩子生活学习的情况 小孩目前在他奶奶那里的话 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有人照顾 我和我老公就会投入 这场没有消炎的战争中 我们也会放心一点 昨天晚上你说你头疼 今天好一点没有呢 除了孩子和父母 丈夫贺国波是张孝红 最深的牵挂 贺国波是昌都市藏医院的医生 8月29号主动请英 报名参加昌都市支援日喀泽 抗疫医疗队 现在在日喀泽方舱医院工作 第一次进方舱 看到责任重大 在方舱工作中 每天要穿走厚重的防护服 工作时间7到8个小时 每次看到有大批患者出舱 在苦在内也是值得到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有许许多多和这对夫妻 一样的医护人员 他们并肩作战 坚守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彰显着白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 静佑生命 护卫安康 我也为他感到挺骄傲的 就是让他自己做好防护吧 希望我们的抗疫早日结束 然后凯旋归来 我们都是党员 都是医务工作者 我们都要尽职尽责 干好本职工作 相信疫情很快就能结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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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